黑人 黑人親意爆出性騷擾風波 而過去節目班底的Apple 也一再被外界點名 他也終於在三日發文澄清 自己在加入節目後 黑人確實很照顧身為後輩的他 但兩人之間沒有任何不正當關係 同時他也自己揭露 在25年前曾遇過村內人性騷擾 當時年僅15歲 他參加雜誌《模特兒試鏡》 對方以視鏡為由要求他全身脫光 而這位嫁害者 正是這次密兔事件中的其中一位男星 但他選擇不說出對方的名字 覺得嫁害者身心狀況看起來相當不穩定 他也認為對方已經受到一定的教訓 不想再讓對方無辜的家人 承受更多的傷害 所以就決定不說了 同時也請外界不要將他的事件 與其他無關的嫁害者不時連結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